採訪 學前有一 roman divism 各位朋友大家晚安 非常謝謝大家參與 今天春節的最後一場的講座 我們這個講座裡面 裡面有兩個人講者 第一位是葉維麗 第二位是侯淑姿 這兩位藝術家都是在台灣當代藝術裡面 非常火藥的藝術家 他們兩個人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 就是在他們的創作裡面 攝影是非常重要的門界 我想在我們今天的這個講座裡面 安排兩位也是一種很特別的事情 因為我們這一場題目是叫 《城市邊緣的文化移動》 我就思考到我們整個系列 是叫《當代文化與城市景觀》 我覺得攝影跟城市的發展 其實時間上剛好差不多 如果我們看到說 其實十九世紀 攝影才真正的慢慢的普及 那整個城市的發展 工業文明的開展 科技的這種應用在日常生活 這個其實都跟城市的發展 是有很密切的關係的 那我們也會知道說 當城市發展起來 那城市裡面就會聚集了很多人 這些人都是從各地 從本來都是在鄉村地帶 然後大家都會湧向都市裡面去 那這個時候呢 都市就會變成是一個人口非常密集的地方 那它就會帶來很多的問題 例如說像我們現在在台北 大家都會很關注 例如說杜庚的問題 那這個就會涉及到 就是在城市裡面的居住權 或者是說你如何能夠在城市裡面 找到一個可以落腳的地方 那這個確實都是一個很大的課題 因為大家都擁擠到都市裡面來 然後當人多的時候 當然就會發生這種生活品質 也不是很好 因為在一個 大家擁擠在一個都市裡面 每個人的生存的空間 就會變得很有限 所以那個到底怎麼樣子 能夠舒服地居住在都市裡面 其實已經變成是一個 生活在都市裡面的很基本的課題 那我覺得攝影在這裡 剛好代表著一個非常有趣的角色 因為從攝影最早出現的時候 它其實最重要的就是一個紀錄的功能 把我們在日常所見紀錄下來 那我們因此也會看到 早期很多的攝影家都是以紀實攝影為主 也就是說他們會看到 尤其是在都市裡面的各種奇怪的事情 那個在我們過去 例如說生活在農村 當每個人的生活 剛才是跟家族混沌土地的一個密切連結的時候 非常不一樣的這種景觀 所以我們會看到說 攝影已經變成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紀錄者 隨著後來攝影以及一些傳播媒介的發展 譬如說報紙、雜誌甚至於已經今天 我們大家所熟悉的電視 甚至於網路 其實圖像都變成是比文字還厲害的一個傳播工具 所以我想當我們在這個大標題之下 就是說當代文化與城市景觀 我們不能略過攝影 因為攝影它就是一個所謂的影像的生產者 或者是影像的傳播的媒介 所以我們今天兩位藝術家剛好 他們其實雖然工作的面向不完全一樣 可是他們所關注的議題 絕對會跟城市的生活、城市的文化是有關聯的 那我想我就首先先介紹 第一位講者 這個講者葉偉一他一直很焦慮他要演講 因為他常常都可以認為說 他中文的表達能力不是很好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 其實他是出生在台北 可是因為小時候11歲就移民到美國 所以他的主要受教育的過程都是在美國 所以用英文表達對他來說 當然是一個更熟悉的一個媒介 但是他用中文說話他就會比較焦慮 可是他其實2002年就回來台灣 那我們看到說他其實在當代藝術界裡面 大家非常熟悉的就是他回來不久之後 然後就到寶藏岩去駐村 所以他有一個系列的作品叫寶藏岩泡茶照相館 從這個作品裡面我們就會看到他做一個所謂的影像工作者 然後進入到一個地方 然後如何透過影像去跟社區的人去發生關係 以及他這幾年因為住在揚美那一邊 我想如果大家在上一屆的台北雙年展 有去參觀的話 就會看到他的古董級的垃圾研發公司的作品 那你會看到說他生活在一個所謂都市邊緣的地方 那怎麼樣子去考訣 在做一個地方的一個考訣 然後透過影像還有文字去呈現 那我想這個是讓人家很好奇的 也就是說我剛剛提到說 當攝影在剛出現的時候 他是以計時為主 那我們看到葉維倫的作品 看起來好像也是有一點在計時 紀錄真實、紀錄現實 可是到底他如何去展現他的個人觀點 我想等一下可以聽他說 那另外一位侯淑姿呢 他現在是在高雄大學教書 那他本身當然也是受影像訓練出來的 那侯淑姿老師他過去 例如說我們在20世紀初或者90年代比較熟悉 他的作品都是用表演的方式 然後用影像去呈現 那所以我們會看到 那時候對他來講 這個攝影作為一個紀錄的媒材 但是他要展現的是他個人的一個表演 那那個表演的背後 當然是有一種議題在裡頭的 那在那些表演裡頭 當然會跟性別認同 是有比較大的關聯 可是他後來到高雄教書以後 他發展出一個新的系列 就叫做望向比方亞洲新娘之歌 我想這幾年如果有看到 柏樹芝老師的展覽 這個議題他其實在很多地方都展過 那我們會看到說 在攝影在他的這系列的作品裡面 又變成一個是紀錄他人在台灣 就是這個亞洲新娘 將來台灣的一些 遭遇的這樣的一個影像系列 那我想我們如果從 柏樹芝老師的作品裡面 其實也會看到說 這種對於性別認同 身分認同 甚至於對於這些移工 甚至亞洲新娘 這樣的一個議題的關注 其實某種程度的 也會跟這個全球化或者都市文化 是有很一切的關聯的 好 那我想我就不多說了 我們接著我們就請兩位藝術家 先介紹他們的作品 讓我們了解一下 他們到底怎麼去思考 影像跟作品之間的關係 然後待會兒 他們各自可能大概說30分鐘左右 那接著我們就會把時間開放出來 讓大家來發問 好 那我們就先請六位藝術家 好 請大家給他一點鼓勵 我其實沒有懂事 只是老師這麼緊張 我覺得 我現在已經看到這個畫面 就是講所有的程序 會是我會播兩段影片 這個是5分鐘30秒 另外一個會是好像4分鐘左右 那我之後再補充這個作品 那我先介紹一下 你第一個會看到的是一個 持續中的計畫 從10年開始 叫做 古董期 2028公司 這個影片是台北市英美術館 在2012年雙年展的時候拍 他們拍的一個 他那時候就是好像選了10個 作品左右做了一個 一段的放談跟介紹 那我一直覺得 這個 這個版本反而是 比較清楚 解釋過 那個計畫 比我 我持現場的影響 還好 還清楚 我就直接播這個 字幕主題 一碼 解釋 건� 在 解釋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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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